大家都知道,中国工业能够崛起的最根本原因就是人口红利 但是人口红利仅仅是劳动人口多就可以吗? 显然并不是,非洲黑人劳动力也很充足啊 也没人吹非洲的人口红利 原因就是人口红利的背后隐藏了一层行业 听话服从秩序的标准化劳动人口才算是人口红利 二战后,亚洲经济第一波快速发展的地区都有一个共性 就是遵循了中国古代文化的内法外主 不论是韩国、日本还是中国的香港、台湾 这四个亚洲四小龙都给亚洲其他国家上演了一场 资本世界如何出卖本国劳动力的神动教学 当然我们把它好听的称作人口红利 在人口红利的隐藏定义下 听话服从秩序的标准化劳动人口 人变成了可计量的资源单位 那既然是资源就一定会面临资源诅咒 比如石油资源丰富的委内瑞拉 农业资源丰富的阿根廷 翡翠资源丰富的缅甸 钻石资源丰富的南非 都会因为资源丰富而大力野蛮发展资源优势产业 所有的投资都集中在采集这些丰富的资源上 并且由于这些资源往往极易获得 这进一步导致了产业技术含量和管理水平的低下 所谓的产业工人也是非常低层次的劳动者 收入极低 工作环境极其恶劣 另一方面 由于资源往往属于国家 所以在这些资源丰富的地区或国家 必然会形成严重的官商勾结 政治极其腐败 经济上形成寡头 整个地区或国家对出资源行业以外的 任何投入都不感兴趣 丰富的资源最终带来的是 产业结构单一 政府腐败严重 本地没有投资 环境持续恶化 贫富差距激增 人才流失严重 等一系列难以解决的社会问题 即使看中国的一些城市 你也会看到资源诅咒 比如山西的大同 内蒙古的厄尔多斯 新疆的克拉玛伊 等等资源丰富的城市 现在这些城市的普通人民 在过去的20年里 应该充分感受过 产业结构单一 政府腐败严重 本地没有投资 环境持续恶化 贫富差距激增 人才流失严重 等等根本无法解决的生活问题 说回人口红利 中国由于9年义务教育和大学扩招 中国成为了世界唯一能够提供 庞大产业工人群体和庞大工程师群体的国家 远远超过了曾经的韩国日本 可以说 20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 日韩凭借人口红利 承接了部分西方发达国家的技术产业 而中国则凭借远远超出世界一半以上的人口红利 承接了发达国家所有的技术产业 成为了世界历史上第三个世界工厂 我知道肯定有人问 世界历史上第一第二个世界工厂是谁 其实稍微想想就知道 当然是过去的英国和美国 尤其是美国二战后 美国的工业产值占世界的比例高达50% 应该不发生战争的情况下 不会再有超越的可能性了 即使发生战争 也要发生在美国内部 中国隔岸关火 才有一丝丝的希望重新创造结路 回到正题 虽然经常有专家说 中国的人口负增长了 中国的人口红利已经没有了 但是我是完全不认同的 在我看来 中国的人口红利还将持续很久 中国的劳动年龄人口的巅峰 是在2011年的9.4亿 2023年少了8000万市领劳动人口 劳动年龄的人口只剩8.6亿 所以专家想说 中国的人口红利要没了 但是我想告诉大家 欧美发达国家加起来的劳动年龄人口 大概也就8.3亿左右 五五开而已 但是中国劳动年龄人口的劳动 还是便宜的不行呀 论时薪的时候 中国少部分工厂的工资 甚至还不如东南亚的工厂 举个简单的自然资源的红利故事 假设 我不去找具体的数据了 澳大利亚铁矿过去有9亿吨 现在被挖的只剩8亿吨了 中国的铁矿过去有8亿吨 过去一直没挖 现在还剩8亿吨 但是澳大利亚的铁矿好挖 一挖只要700块钱一吨 而中国的铁矿很难挖 一吨要1500块钱 那你会说澳大利亚 没有铁矿资源红利吗 显然并不会 中国的人口红利也一样 中国所有的制造业工厂 过度依赖低廉的人力资源 制造业想的是 我只需要压低工员的薪资和福利待遇 我就能挣钱 那我干嘛还要花钱去搞产业升级呢 这就是中国工业无法升级的根本原因 因为它没有升级的欲望呀 只要中国还能提供月薪几千的工程师 和产业工人这些牛马 那么永远就不需要还拖拉机 永远不需要产业升级 我可以告诉大家 中国大部分的工业体系 不是世界第一 就是并列世界第一 但唯独很少拥有 唯一世界第一的工业产品和工业体系 原因就在于 中国可以依靠资本购买 国外最先进的生产线 压榨中国最低的劳动成本 生产出全世界最便宜 最好用的工业品 这能不当发达国家粉碎机吗 但是当想生产出 唯一世界第一的高额利润的工业产品时 就会发现 国外还没有研发更先进的生产线 可以说中国绝对唯一 遥遥领先的工业产品 大多都出现在没有人口红利的巨型垄断国企 比如电力 铁路 航空等等 在私企 你很少能看到真正世界唯一第一的遥遥领先 资本家呢 还能依靠简单的压榨人力成本来赚钱的时候 是不会思变的 就跟你还有一份稳定的工作 不会考虑自己降薪失业的风险 人呢 都一样 中国的产业升级 工业升级 什么时候能够真正的发生 就在于中国人口红利真正消失的那一刻 倒逼企业 只能够依靠产品技术的垄断来赚取利润 而唯一的办法就是落实现有的劳动法 做好遵纪手法的基础条件